男子在公車上向女學生對他比出不雅的手勢 女學生一頭霧水 反向對方騷擾他 雙方吵得面紅耳式 男子接下來的話更讓女學生抓狂 你故意往後轉 我怎麼知道你站在後面 你怎麼不知道 這樣我有興趣嗎 誰要對你有興趣啊 他就開始拍我說我比他中指 可是我根本就沒有 然後他那天直接拿了相機直接走過來 我整個挫了鑰匙 然後趕快按相機然後去拍他 一名腰椎受傷的男同學 當場被他從國外座拉起來 學校教班上嫌解圍 男子還對言相向 除非法律 我也沒有說不能 我知道會清楚 但是他不要影響到別人 但是已經影響到我了 然後他就說你受傷你為什麼不要請假 為什麼還要去學校上課 然後要這樣霸佔那個白座 從此以後每天都會受到 這個人的打擾干擾 我現在在保惡的權益 我怕你等一下衝動過來打我 對 打你 你算怎麼打你 就是雙方錄影存證 不然的話我真的很怕有時候會 他會突然拿什麼攻擊的東西 這名男子不光是在公車上騷擾學生 連圖書館裡頭的讀者 都曾經被他告過 就是這個死卡感應的聲音 讓男子覺得太吵 竟然在圖書館內 跟其他讀者起了口角 這嗶嗶的聲音 過場干擾到他 他目前是告對方恐嚇 跟妨礙自由 官司都還沒打完 男子又在公車上騷擾學生 學生已經嚇得不敢再搭公車 就怕碰上這號人物 據李翁章黃總台中報導